距离AMD正式进入专业显卡领域已经过去两年了 而随着红绿两家在这领域的疯狂内卷 专业显卡的堆料可谓是成指数往上涨 就在近日AMD最新专业卡Instinct M2300得到了首次曝光 核心规格显存容量等信息均有一定纰漏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抄一课来看看吧 在今年年初的GTC 2022大会上 NVIDIA便公布了其最新的H100专业显卡 而随后不久AMD也公布了M2210专业显卡的发射日 不过或许是AMD觉得M2210的性能还不够撑住自己的厂子 近日又泄露了继承者Instinct M2300的相关消息 具体来看规格方面 M2300将升级为全新的CDNA3架构 参用与RX7000系显卡相同的台积电5nm6nm混合制程工艺 其支持的MCM多芯片技术 也将使M2300的GCD工作集群 从目前旗舰M2250X的两个升级为四个 流处理器数量也将从14,080个翻倍至28,160个 除此之外 M2300将配备一个面积约为2750平方毫米的巨大转接板 并拥有四个320到360平方毫米的6nm芯片 同时每个芯片还通过超过12个金属层 连接到了两个HBM3内存堆栈 预计每个芯片将使用共2万个连接 而这大概相当于M1 Ultra的两倍 同时由于M2300还首发了3D堆叠技术 在每个6nmIo芯片之上 堆叠了面积为110平方毫米的5nm计算芯片 至于在显存方面 M2300将升级未宽为8192bit的192GBHBM3显存 相比于128GBHBM2E显存容量的M2250X有着50%的提升 而众所周知 巨大的提升带来的便是超高的功耗 每块堆叠的芯片都有着接近150W的功耗 所以预计M2300的功耗将来到600W 比560W的M2250X还要多出40W 至于发射时间MD Instinct M2300预计将会在2023年推出 届时英特尔和NVIDIA也将会推出其最新的专业计算卡 至于明年的计算卡之王又会花到谁家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都全部懂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以前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课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